你知道吗 金铁兽和霹雳火居然有着兄弟般的关系 而在洛洛力显记中 除了他 还有着不少令人着迷的反派 他们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一 猛虎王 众所周知 猛虎王作为猛兽族 三大战王之一 有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他的绝技 暴风心晕裂 威力巨大 就连号称拥有机车族最强防御的立把田都扛不住他的一击 在暴龙神还没出场前 猛虎王的名字令人闻风丧胆 在剧中他以绝对的实力支配着整个机车族 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踏平月神殿 同时猛虎王也是个为他目的不择手段的狠人 战争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而我是一个肮脏的玩家 就比如在对抗狂野心时 猛虎王就利用他那骄傲自大的性格 将其骗进了提前布置好的陷阱里 最终使狂野心失去了自己的得力干将金铁兽 另一方面 猛虎王在攻打能源之城时 利用计谋将敌军一举歼面 并成功拿下了能源之城 前期的他依靠实力和智商 打下了整个击兽世界的半壁江山 但他万万想不到 自己居然被阴险的蓝独兽被刺了 甚至就连自己的军队都被蓝独兽控制 曾经风光雾现的猛虎王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切 我一辈子难争北战 到头来却落得一无所有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猛虎王放下了自己的野心 看透了一切 走投无路的他找到了狂野心 其中他能借给自己一半的兵力 帮他打回雷霆店 最终猛虎王的真诚打动了狂野心 在拿到军队后 他亲自带兵前往雷霆店 讨伐蓝独兽 随之这时收到了狂野心遇难的消息 猛虎王立即从雷霆店撤兵 赶去支援狂野心 原本势无死敌的二人 彻底变成了情通手足的兄弟 通过这件事 他变得非常重情义 在对战利把天时 为了报答其救命之恩 在有着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竟然选择了放走利把天他们 在大结局中 为了让洛洛和晶晶回到自己的世界 猛虎王也放下了对蓝独兽的仇恨 正是因为这些 他才会被粉丝们称为 这部动漫中塑造最成功的反派角色 当然了 还得让他那出圈的爆出口名场面 你知道金铁兽为什么心甘情愿的为狂野心赴死吗 哦 狂野心 作为三大战王中实力比接猛虎王的存在 狂野心有着能够造成巨大想象力的绝技 狂雷金刚拳 虽然他实力强大 且有着一群忠诚的部下 但他却没有其他战王那样巨大的野心 在阿三心里一直有着这样一个疑问啊 别人的手下都像是一个娘胎里养的 狂野心没得上钱 我还以为金铁兽是军队的老大呢 值得一提的是 狂野心虽然报错了娃 但对他们却依然视如己出 在剧中为了营救金铁兽 他甘愿用出自己唯一一块能源紫水晶 也正因为他重情重义的性格 金铁兽才会为了救他甘愿牺牲自己 不但如此 狂野心重情重义的名声可谓是人尽皆知 一类猛虎王的手下在走投侮辱时 都会选择去投奔狂野心 另一方面 狂野心做事光明磊落 从不当老六 在大结局决战龙卷风和超音速时 他们二人被暴龙神控制在了电网上 谁知 狂野心非但没有趁人之威 反而将两人救了下来 正因为狂野心的重情重义 光明磊落的形式作风 令他收获了无数中心格格的手下 同时也深受不少观众的喜爱 三 金铁兽作为狂野心的一员大将 金铁兽是众多将领中唯一一个拥有技能的 而且他还有着非常强的战斗力 在剧中接连击败两位守神大将后 金铁兽居然还能和龙卷风打成拼手 如果说谁是落落力险记中最忠诚的人 那肯定是非金铁兽莫属了 在剧中让他得知狂野心落入了银铁兽的圈套后 即使其知道双方实力差距过大 但金铁兽仍毫不犹豫地前去救他 为了掩护狂野心逃跑 他还只身一人面对无数黑暴兽的围攻 有意思的是 曾与他为敌的霹雳火 此时尽舍命前来帮助自己 可即便如此 局势也不会因为他一人而改变 最终为了掩护霹雳火逃跑 重情终于他掏出了后背隐藏能源 在一身爆炸中牺牲了自己 阿三相信 这一场面肯定收获了无数观众的泪水 可以说 金铁兽算上是落落利闲记里最有魅力的反派了 你知道蓝毒兽到底有多狡诈吗 4 蓝毒兽 作为三性加奴的蓝毒兽 被称为整部剧里最阴险狡诈的人 可以说整部剧的坏事都有他的一份功劳 甚至这个小人还专门喜欢搞偷鞋 靠着自己的绝技 优民音波弓 在剧中杀了不少实力强悍的机车族战士 但也不得不承认蓝毒兽确实有着很高的智商 当他第一次攻打能源之城的时候 先是通过挟持老陈主分裂了风雪和闪电的关系 从而削弱了能源之城的实力 被后来的胜仗打下了基础 在大结局时 更是凭借了一张雷霆剑的令牌 标协了所有的战士 不得不说 好像每件事都是因他而起 这家伙就像是一根脚屎棍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蓝毒兽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人物 如果没有他的话 早就全剧中了吧 5.暴龙神 作为实力最强的机兽战士 暴龙神不仅有着龙皇一词原种威力强大的绝技 在决战片中 更是挡下了霹雳火和急先锋 堪称无敌的合击绝技 月色血风暴 值得一提的是 暴龙神不但实力强劲 智商也高的离谱 在他眼中 世界仿佛化作了一副棋盘 其每一次行动都暗藏杀机 在能源之城时 就是暴龙神派出了蓝毒兽 卧底于魔虎王的阵营内 偷走了风雪之城的令牌 得到两块令牌的他 成功打开了火龙山谷的大门 拿到了所有的能源紫水晶 反光魔虎王和狂野心 为了能源紫水晶争了那么久 胜利的果实却被暴龙神收入囊中 但虽然啊 暴龙神有着碾压群雄的实力和智商 但他并不像其他两位战王一样 有着丰富的情感 在人物的刻画方面 并没有其他两位战王饱满 毕竟他的出场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通过了解所有的猛兽族战士 我们可以看出每个猛兽战士都有他们独特的地方 而要他们串联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每个人都缺一不可 你觉得哪个猛兽族的战士 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我是阿三 咱们下次再见